纪如雪和天安星一起压着遥光前往墨北 一路上打了很多嘴炮 从遥光大元帅的说辞来看 他的表现和傲姑一样很傻很天真 甚至不知道墨北在为李四元办事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如何才能把遥光安全压往墨北 此时纪如雪还不知道天安星的真实身份 所以他还在担心齐王的安危 当然 纪如雪这波操作也是为了试探天安星 毕竟他知道 李星云最在乎的人就是自己 一番试探之后 天上突然下起了大雨 三人决定去酒馆避一下风雨 实际上 这个酒馆只是幻术产生的幻景 原来大鹤峰早就在这里等着天安星 只是纪如雪和天安星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身中幻术 除此之外 酒水之中已经下了剧毒 毒药的药性很猛 类似中原的断肠散 只要喝下酒水 一克钟之内就会毒发身亡 只是这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意外 因为瑶光元帅也喝了毒酒 加上酒水的劲道很猛 话还没说完就晕了过去 瑶光晕倒之后 纪如雪和天安星都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毕竟外面下着大雨 而小店的时刻却穿着干燥的衣服 随后天安星发现 酒水里竟然下了墨北的剧毒 只是瑶光也喝了毒酒 这波操作把天安星也整迷糊了 为了搞清楚事情的真相 纪如雪打算找店老板问一下情况 只是刚刚踏进后门 原来这一切都是幻术 天安星下手很快 手起刀落 一刀砍掉了瑶光的脑袋 脑袋掉在地上竟然变成了稻草人 天安星很聪明 随后询问了一下洛小北的情况 激如雪回答之后 天安星断定 两人处在同一个幻境当中 另一方面 大鹤峰已经带着瑶光逃走 中途还给他服下了解药 按照天安星的说法 他跟着海东轻指引的路线前进 没想到从一开始就中了幻术 现在两人依旧身处幻术当中 破除幻术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可以使用内力强行突破 可惜天安星有伤在身 暂时无法施展强大的内力 第二种则是通过触发真实的东西破除幻境 比如喝下刚才的毒酒 因为毒酒是真实的 你要干什么 姬如雪竟然真的喝下了毒酒 毒酒的毒性非常可怕 刚刚喝下毒酒就解除了自身的幻术 接下来就是两夫妻的配合表演 天安星背着姬如雪 姬如雪强撑着毒发的意识给天安星指路 在追击大鹤峰的过程中 姬如雪的意识开始模糊 但他似乎看到了李星云的身影 大鹤峰让手下加快步伐前进 因为他很害怕天安星 跳下悬崖之后 天安星终于解除了幻术 为了拯救心爱的老婆 天安星给姬如雪扎了几根银针 然后放下了姬如雪 此时大鹤峰的内心慌得一批 因为天安星开启了暴走模式 杀气直接传了过来 为了保命 大鹤峰让一群杂鱼去阻止天安星 愤怒的天安星带着杀气冲了过来 气势非常可怕 仅仅一刀就秒掉了所有的杂兵 牢里没有停下脚步 朝着大鹤峰追了上来 大鹤峰已经被彻底吓尿 他扯断了脖子上的项链 李星云一脚踏下之后 最恐怖的往事全部浮现在李星云面前 抓住机会 大鹤峰拔出了短剑 他准备一刀干掉李星云 老李开始了痛苦的回忆 曾经经历的一切全部涌现在脑海之中 谁也没想到 颜天刚竟然出现了 原来大帅才是最好的解药 一招打下之后 老李终于清醒了过来 随后李星云扔出了短剑 一剑刺穿了大鹤峰的权杖 幻术被破掉之后 大鹤峰变得毫无还手之力 下一秒 老李突然抓着大鹤峰的脑袋 直接将他按在了地上 随后逼他交出了解药 伤害老婆多得死 可怜的脆皮法师 就这样被李星云刀掉